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一博扮演各种角色 进行休假活动 王一博扮演的角色是食品检查员 以前 每天向上节目组在推特上发表了王一博扮演食品检查员的照片 王一博穿着白大褂 穿着白衬衫和黑领带 显得很有精神 但是 从王一博这次每天向上的表现来看 王一博的食品检查员的形状并不那么精致 而且王一博的状态也不太好 王一博在节目中检查食品 王一博一只手拿着食品 一只手拿着剪刀 看起来很模糊 但是 仔细看王一博拿着剪刀的方 这有点可爱吧 他竟然用食指和中指用剪刀 这是个小情况吧 但是 在我看来 这应该不是王一博故意的 看看王一博做食品检查时的状态 从他的表情来看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拿剪刀的方法和普通人有点不同 在看王一博在做食品检查时侧脸的状态 王一博的脸有点浮肿 眼睛暗淡 给人没有醒来的感觉 换句话说 王一博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好 记得有一期每天向上的主题是养生 当时 王一博体验了脚底按摩 王一博按摩的师傅说 王一博的睡眠质量不好 压力太大 从王一博这段时间的动向来看 王一博确实很忙 不仅参加了多个综艺节目的录制 还拍了几部戏 前几天 每天向上节目组 晒黑了王一博的人形一拉宝 一拉宝使用的照片 是王一博以前录制的每天向上的照片 王一博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了 可以看出王一博有多忙 事业很重要 但也要注意身体 希望王一博能结合工作 看到王一博的眼睛 你们疼吗